网络年代在岁末年中的时候呢 你可能已经不再寄发纸片的卡片 而是寄电子贺卡 这已经不稀奇了 不过现在有公司推出了3D贺卡 强调它可以互动 非常有趣 不过最大的缺点 就是比起很多免费的电子贺卡来讲 它是要收费的 而且还有一个条件 对方也必须要装上一个视讯机器 圣诞卡片会唱歌 现在还出现3D魔幻版 游标轻轻点一点 电子卡片跟着向左转 向右转360度畅通无阻 上头的娃娃会跳舞 还会跟你玩游戏 把这个标签 就是很轻松的对准摄影机 那这个摄影机 随着它的那个角度的转动 包括这个学人 他们就会做一个滑雪的动作 练艺标签看起来普通 其实暗藏整合程式 对着网路摄影机操作卡片 业者说用的就是扩增实境这项技术 号称全球第一批互动贺卡 端出四种造型 抢圣诞节和新年商机 用粉红色爱心或者是满天花朵迎接2011 烟火造型自己挑还能DIY帮卡片配乐 正式祭出之前 再一字一句打出真心话 3D互动卡噱头多 价格不便宜 设计一次60块 两次100 比起免费电子卡贵很多 我们预估可能到就是过年的期间 应该会有上千人来做这样的体验 值本的 为什么 因为比较有感觉啊 还是有人比较喜欢传统的值本卡片 虽然业者有信心 过年前要靠3D互动卡赚进上千万 但成不成功 得看消费者接受程度有多少 中间新闻 吕翔范馨与台北曾不倒